金門酒廠 睽違十年招心血 預計要錄取五十個名額 結果開放報名不到一週 就有快九百人完成報名了 連日來不少考生前來練習 希望能先通過體能訓練 而這次考試開放十六歲以上 民眾就可以報考 也引發議論 對此金酒公司強調 會準備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並沒有違法的疑慮 承著重物 劍步如飛 考生先扛著二十五公斤重的高粱 衝刺五十公尺 另外還要將四十公斤重的高粱 搬到另一處 限時完成 材料合格 要跟時間賽跑 進步一秒再接再厲 為了擠進名額 每天都有約五六十人到場訓練 民眾就是看好待遇跟福利 金門酒廠睽違十年招口 從十三號開始一週內 一共吸引約九百人報名 二十三號報名截止 下個月進行體能筆試測驗 最終會錄取五十個名額 只是這回招募心血竟然開放 十六歲以上民眾參與 引發議論 酒廠當不起一個小孩發生意外的責任 未成年是否適合長時間待在酒廠工作 外界有疑慮 金酒公司強調場區內碰不到酒 而且其他縣市也有十六歲報考先例 也會準備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招募過程並沒有違法 金酒招考考生們紛紛摩拳擦掌 連日練習要爭取就業門票 記者王家確認金門報道